大家好,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神戶勝利船鋒芒不露 星期六下午日職聯第32輪 陸續展開多場激戰 其中神戶勝利船將主場對福江黃豐 直播到期時將為大家送上現場直播 神戶勝利船今季長時間表現穩定 多數排名積分榜前五位 雖然增冠無望 不過想贏得參加下屆亞冠的門票 應該不算難 今次面對整體實力不算出色的 中下游球隊福江黃豐 相信神戶勝利船能夠全取三分 今個國際比賽周前的一輪聯賽 神戶勝利船踢出今季代表作 主場迎戰近幾次交鋒的黑星蒲和紅鑽 在西班牙老將安祖斯 恩尼斯達梅開爾到大令下 球隊半場建立三球優勢 最終以五比一贏球 這也是神戶勝利船賽季 至今第二次聯賽單場入五球賽事 也在頭號射手古喬坑尼隊流洋之後的第一次 看到球隊已經逐漸返回正軌 就近期的表現來看 九月份至今神戶勝利船 輸給實力超強帶頭的川崎前鋒 純屬非戰之罪 另外四場合共取得三勝一和 五場比賽總共入十球 其中過去四場都是半場領先的一方 而前鋒武騰加幾腳鋒順暢 最近連續三輪有波入 顯然異見進攻火力有所保證 另外神戶勝利船的防守 也是較令人放心 三十一場聯賽打完 昆場失球不足一個 名副其實是一流水準 今次面對攻防表現 也略順於自己的福光黃鋒 神戶勝利船是劍指連勝 陣容方面中場山口型 繼續養傷無緣出戰 今季重返日積聯的福光黃鋒 可以說是一大黑馬 他們過去三十一輪聯賽 取得十三勝七和十一負 排名在一隻分榜前十位置 已經站穩陣腳 今季不需要擔心被降班 近期 福光黃鋒出現今季第二波小高潮 上輪輸被清水心跳之前 曾經連續五輪取得四勝一和 在岸援祖安馬迪加道 約翰馬里 以及本土前鋒三岸右翼 聯手貢獻八球 值得抵讚 期間還有一場 爆冷擊敗川崎前鋒 現在的福光黃鋒 令人不再輕視他們了 不過要注意的是 福光黃鋒今季作客的成績是中規中矩 五月下旬至今的七場比賽 只贏過六賭六國 其餘六場合共才攻入三球 看來他很難在主場 攻防表現不錯的神活勝利船身上得分 加上福光黃鋒在雙方今季首循環交鋒時 全失三分 而且在上次降班之前 在2016賽季兩次碰面 錄得一圍一負的戰績 他都處於下風 恐怕福光黃鋒今次 再次成為神活勝利船的手下敗將 正如方面 門將慘生力與恩相備戰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